这张画是我直接在西海岸写生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女儿在上学 我送太太到国大去的时候 我每天到西海岸 所以对这个很有感情 我画了很多西海岸 所以我在西海岸写生的时候 我都实现把位置找好很阴的地方 就画了这个西海岸 因为西海岸从它最原始到现在的变化 我都见证过 最开始我住在那里 后来我搬走了 搬走了以后 我还是经常去那边去走 它其实是一种情感 一种牵挂 然后你像这张画呢 我是在疫情当中画的 疫情当中我一直都是在画水 其实我很喜欢水 因为我为什么喜欢水呢 因为新加坡的 它是一个没有淡水的地方 但是新加坡你没有感觉到 我们缺水 你到处的游泳池 到处的蓄水池 是吧 水很多 而且它治理的非常好 所以我对水是一种很 有一种很深的感触 而且这个水的质量也很好 而且关键是在疫情中间呢 你到这边去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它触紧深情了 就是感觉到 看到这就看到了世界 好像看到了远方 它这个水里的红叶 落叶枯叶 你就感觉是秋 新加坡没有秋天 但是叶子在水中 你感觉秋就在水中 而且看到这个秋 联想这种秋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情感 所以说我画这张画的时候 我就把它画得像一个童话世界样 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仙境 我就想就是一个抒情的一种表达 我在我画史的时候 也画了一个画史里的春天 因为我们新加坡没有春天 但是我画史里养的花 我就看到是春天 我看到这里的红叶 我就感觉到我见到了秋 它就把你的思绪就带到远方 因为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没疫情的时候 每年都会到世界各地去走 去开车到处玩 我去过很多地方 所以说我现在不能出去的时候 我就是一种借景抒情 是一种很美好的一个过程 是一种很美好的过程 是一种很美好的过程 是一种很美好的过程